秋風回覆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回覆您留言的時間囉 秋風的影片 就要2000部了 秋風為此準備了一個活動 叫做 舞秋風爛透了 現在開始 你只要在秋風的任何影片 是秋風的影片喔 找到秋風講過這句話 爛透了 就可以去填表報名 我會做一支影片 然後把你提供的畫面 就打在影片裡面感謝 除此之外還會送一個小小謝禮 秋風明信片一張 每一次都是明信片 明信片一張送給你 不過因為是採先報先贏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個 這個影片都還沒有被人家找過的時候 然後你就報名成功了 那你就有機會拿 你就 不是有機會 是篤定拿到明信片 如果你比他還晚 晚時間來填 那就沒有機會了 我提供大家一個方向 可能比較不會跟人家撞到的 就是盡量找 非麥塊類的連載 非直播精華 然後時間較久之前 就是不要在最近出的影片 可能是比較久之前出的影片 就比較有機率 不會跟人家撞到 就有機會拿到明信片咯 祝大家都幸運中獎 舞秋風爛倒了 我們還是來看今天的回覆您留言吧 後半段聲音怪怪的 是忘了開麥水用紙片那邊的聲音嗎 恩 因為這個大地回覆 遊戲時數其實很長 我跟紙片其實沒有辦法一口氣就拍完 所以分了很多次拍 目前拍了大概三次左右吧 所以 有第一次跟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聲音 可能會有些微的差距 那第九部這一邊呢 剛好切換從第二次拍攝 切換到第三次拍攝 然後因為我的第三次拍攝的 音軌其實 沒有這麼穩定 就是拍攝的時候 我不曉得為什麼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 又是設備要搞我 我也沒有辦法 就是聲音會沒有這麼穩定 所以有部分畫面 沒錯 就是借用了紙片那邊的聲音 可是大部分還是由我這邊來 所以中間可能有一小段是借用紙片那邊的聲音 是沒有錄到我的聲音嗎 不是 原因是因為沒有錄到紙片那邊的聲音 所以不得不用紙片那邊 不然就沒有紙片的聲音 只有我自己的聲音 這樣也不對 多人一起拍片 難免有意外 我們會 就是想辦法盡量克服 不讓這些意外影響到 影片的正常連載 好了我們看下一集吧 下一集怎麼會是用冷媒的角色呢 呃 不是用 其實不是用冷媒的角色 相信大家看完 這一個 第八集 史達蹦第八集之後 我後面會放一個預告片 第九集 沒錯 那個是冷媒的角色沒錯 可是不是我去操縱冷媒的角色 而是冷媒把畫面借給我用 感謝冷媒 因為我們在場拍攝的人大概有四個 就是我 小白 冷媒 野雄 可是 有三個人的畫面壞掉了 畢竟這一段是我們去打王 去副本打王 其實是蠻精彩的一段 沒有看到 就是假設我的畫面沒有了 我就不放這個畫面 我覺得十分可惜 所以我就去跟冷媒 借了這個畫面來用 那 也謝謝冷媒 提供這個畫面給我使用 再次感謝他 多人拍攝其實 很容易有出現一些 光怪陸離的事件 就像這種 四個人拍片 竟然三個人壞鬼 我們也不想 可是 發生了怎麼辦 呃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 因為是多人一起連拍 再 重拍嗎 是可以再重拍 可是 拍的絕對不會像是 這個影片的感覺一樣 那 而且 多人連拍 重拍 非常麻煩 所以 我們也只能用 我就用這種方式 想辦法繼續連載 能讓大家看到一些 畫面這樣子 不然 不然實在太可惜了對不對 我以後會再多注意一下 好不好 盡量不讓這種事情再發生 我們再看下一題 我的手機問題嗎 為什麼秋風錄的聲音怪怪的 其實不是 都是我的問題 都是我的錯 為什麼這一集的影片 好像很多問題啊 這個禮拜的影片好像很多問題 你們在看那個少林平衡這個小遊戲的時候 如果你聽到聲音很爆很怪 絕對不是你的問題 都是秋風的問題 都是秋風的錯 其實 就是 我錄完影 然後一聽聲音 我就知道 完了 慘了 聲音怎麼會這樣 然後努力的後製要調回來 都沒有辦法了 想要重拍也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在拍 拍不出這種感覺 那 這部影片可能就永遠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那 可能就 石沉大海 就不會流出來了 可是 因爆成這樣 流出來也 有愧於觀眾 讓你們 就是 看這種影片 有 有愧於你們 所以 很掙扎啊 真的 那 下次如果有這種情況 我應該就 不會再把影片拿出來 想辦法 重拍 或是怎麼樣 可是 畢竟重拍跟 那種感覺會不一樣啦 就覺得有點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這樣 好啦 怎麼 這個禮拜都在道歉 好啦 我們看下一題了 可以把俠客風雲傳 用成精華嗎 欸 我不知道你說的精華是什麼精華 因為畢竟俠客風雲傳 全部都是劇情 然後 有 遊戲有打鬥 其實 都蠻精華的 把不要的畫面都剪掉了 留下來都是精華 自己講 我 還在考慮之後 要不要做一個 就是搞笑合集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搞笑台詞 搞笑片段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 搞笑合集影片 或是把一個 把妹的 譬如說我把沈湘芸 那把沈湘芸的 把妹流程 剪成一支影片 之後可能會出類似這種影片 不過 都要等 俠客風雲傳 正式結束連載 才有可能會做這些事情 那 目前 因為還在連載當中 目前連載到41集 預計50集之前 就有機會連載結束了 好不好 所以 快要連載結束了 大家敬請期待 之後就 有可能還在考慮 好不好 剪成精華版 總之就是這樣 我們就來 趣事分享 今天的趣事分享吧 秋風 我之前中了你50萬訂閱明信片 想說怎麼一直沒到 結果 我今天去 我家翼龍拿東西時 意外在我家翼龍的抽屜 發現了這張 登登 個人猜測是我媽放到抽屜 忘記拿給我 話說運氣真好 今天網路修好 找到50萬明信片 祝你的訂閱可以到達60萬 謝謝光頭的訂閱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你有抽中50萬明信片 還沒有收到明信片的 這個已經不符合常理了 趕快問問你的家人 好不好 看看有沒有收到 如果真的沒有 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了 我也沒辦法了 最後的希望 以後有這種情況 不要來問秋風 有沒有 為什麼沒有寄到 可以先問你的家人 就像光頭一樣 問問你的家人 說不定 你家人就說 有啊 是不是這張 就掏出來了 其實你媽也是我的粉絲 偷偷藏著明信片 是不是這樣 好啦 現在秋風有兩個活動正在舉行 一個就是 秋風爛透了 這個活動 你趕快 這個活動到星期一晚上12點就結束了 趕快去找片段 秋風就會寄明信片給你 好不好 第二個 就是要看 你有沒有認真看我的影片 除此之外還要看運氣 俠客風雲傳 最大獎 還有一套 俠客風雲傳點藏版 老師看秋風玩 手會養 可以來參加抽獎 抽中了 秋風就把這一盒送給你 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囉